是你不懂得珍惜的 我后悔的锤子 钱比他想多了 借我不吭声 他气得扔来一张纸票上的 这是五百万 生下的五百万 我会让云涛哥哥施舍给你的 我一把多过纸票 立即转身跑 我怕跑得慢 比云涛跑了吗 比云涛是书里的男主角 八道总裁 生下的五百万 他不还谁还 我着急冲进比云涛的公司 一不小心 就和迎面走来的人撞上 抬眼一看 来人正是书里的炮灰女 配了一年 跟我的命运相似 刘如燕为了拦住 比云涛跟家里反目成仇 被赶出柳家后群困了的 自己生亡 没有活过四季 比我还断命 炮灰见炮灰 我好心提醒一句 比云涛是大主题子 同意时间 刘如燕也脱口而出 萧薰儿事必查表 我俩同时愣了 四只眼睛同时眨牙眨 两脚 我失态的开口唱了 心里 刘如燕立即接到 我实在太美 我继续唱了 我被病 刘如燕眼睛发光 他街上 实在是太美 多一点就会爆炸 心一点快被融化 心里实在太美 我被病 实在是太美 我俩唱完之后 差点抱在了一起 传书也能遇见小妃子 我赶紧表达一下关系 问 你是怎么死的 刘如燕吹梦 说道 撑死的 刺激 猝死的听多了 我就是马东圈里 地球的猝死的 撑死的 我还是头一回听见 想必现场十分惨烈 于是我问道 是被人胁迫了吗 他摇了摇头 然后吵叹了一声 说道 我好不容易抢到了 五星级酒店的 一种自主餐权 还没有吃够三天的饭粮 就 我胡言一对 但又心生怜悯 觉得这妹子一定是个空病人 肯定很久才吃得上一顿饭饭 于是附和一句道 你好惨啊 他情绪激动 就是 当时我玩里还有一只鲍鱼 没有什么 每每想起我都心疼 那来一定要关心一下 身边的时候的牛 说不定哪天就撑死了 我结巴了 要不 我 我请你去吃鲍鱼 我的声音极小 怕他接受邀请 怕他把我师兄 突然有些情 我现在的身份是很空子 有的是钱 只要不做死 没有听信小学儿的话 去帮别人掏钱一堆垃圾香 每天吃喝玩乐 和小姐姐聊聊人生 三辈子也花不完 去去鲍鱼 还真的吃不穷我 瞬间 我便挺直了腰板 底气十足地拍了拍胸膛 说道 走 哥带你去吃鲍鱼 他拒绝了 给我看了一份欠缓清单 说只要把钱收回来 就可以勾上旁边的理想收回 吃鲍鱼只是小case 我愣了愣 什么鬼 近几个月的清单 竟然有十几米长 我盯了清单的内容 看了许久 上面几个主要大箱令五十万 背带过石头 欠款五十万 中分头造型为虎一百五十次 欠款十五万 蓝球一百五十个 欠款十三万 我出了好几口氧气 神他妈的一天里一次头 而且这价格 无语 当的小黑子的成本也不低 我问他 你放我还能理解 这篮球为什么用掉一百五十个 他无辜地看着我说道 闭手一刻 你不懂吗 再往下看 简直没眼看 压缩饼蛋一百袋 欠款十万 料理包一百袋 欠款十万 方便练一百桶 欠款十万 我无语 问道 你这是拿了多少回扣啊 而且这是干啥用的呀 养猪了 他一脸比一地看着我 回道 这是总裁的早中晚餐啊 我尼南了一声 你是被辞退的张妈吗 他好像没听清 问道 你说什么 我买了白手机去往下看 都是一些创新的词 什么追债导致的 崴脚费鞋顶我损费 追欠款导致的 逼逼赖赖胜 撕裂费十万 再往下试 看一眼爆炸费十万 这次我点了点头 没有问他 肯定是看男女主 更在男主身上花的成本 柳如烟得 每天吃喝玩乐 和小哥哥聊聊人生 一辈子也花不完 这理想很熟悉 跟我的理想真相 听得我热血沸腾 立即和柳如烟挥手告别 静止就冲进了 毕云涛的办公室 毕云涛扫了我一眼 冷漠道 闻 这里不欢迎你 我白眼翻天 这里又没有女人 他霸道总裁的戏眼 给谁看 信不信 我眼起来 会眼得比他还小 我昂首上前 一巴掌就拍在桌面上 大声吼道 毕云涛 你是不是小学乱的男人 毕云涛会应不 当然是 说完 还吵我挺累 得意痒痒 我手一样 准备再次拍桌子 手抬到半空中 突然想起刚才痛得 差点挑泪 还是算了 我拍桌子 拍了两下 毕云涛的脸 眼看着毕云涛的 八道总裁脾气要爆发 我抢先一步 逼他先到 再次吼吧 嘿 小熊儿欠了我一千万 你也不帮他还 你算什么男人 八道总裁 不就是生大家恶吗 吼就是了 我肯定吼得 逼他的是完蛋 果然 把他吼得愣住 梁酒 再还过神来 以后的功能 我求善熊儿 是因为他欠你钱 我挑眉 不然呢 随后 手一伸 又哄到 赶紧帮他还钱 不然 我每天都来讨债 他皱眉 迅速写了一千万的 纸票人给我 说道 吼 以后不允许你再见熊儿 不许你再纠缠他 好嘞 我拿纸票滚了 一日 我就再次出现在 小熊儿和 毕云涛的面前 毕云涛指着我的鼻子就吗 记不答 你答应不再纠缠熊儿的 你不讲信用 我也伸手指着 毕云涛的鼻子 笑死 拍卖场又不是你家开的 毕云涛你你你的 说不出话 你个屁 还你什么男主女主 在我的世界 不就是主角 这场拍卖会 那块荒废的孤儿园的地位 拿出来拍卖 小熊儿是个孤儿 就在那间孤儿园里长大 原住民 毕云涛花了五百万拍了下来 说要送对小熊儿当民 然后对着媒体 一本正经的说 我不忍心看见 孤儿园没有我们家 笑死 孤儿园早就搬家了 这里又没有孤儿 媒体却大力宣传 说毕云涛是爱心企业家 然而他在收到那一代 将被大力服饰开发的消息之后 毕云涛就把孤儿园拆了 建成了商业大厦 赚了几十倍的利润 我都穿梳了 那几十倍的利润 凭什么还让毕云涛转过 就以为他头顶有主角公伙 那我回头也不愿快不该同事 全球我罪负 毕云涛说不出完整的话来反过 小熊儿则是神色复杂的盯着我 嘴巴张合了许多次之后 你一直自信地开口 几博答 就算你拍下孤儿园送给我 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很抱歉 我心里只有云涛哥哥 几博答 如果你能退回到朋友的位置 也许你还能见到我 我惊恐地赶紧拒绝道 别 千万别把我当朋友 小熊儿皱眉 说道 我知道 你是想拥有我 不想当朋友 想当我的男朋友 但是 说着 深深地看了毕云涛一眼 才接着说 毕云涛动手的 不允许你和 快助嘴啊混蛋 我不要竞牌 我对前两块地没有兴趣 一次也没有举牌子 毕云涛也没有 蠢蠢欲动 打算举牌的人 都放弃了 我瞪了毕云涛一眼 想到 一开始就把价格拉高了 这还怎么玩呢 毕云涛则是 投来得意的目光 小熊儿指牌 喊道 五百零一万 毕云涛吃笑道 熊儿 你看见了吗 某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小熊儿说道 云涛哥哥最棒了 毕云涛大受鼓 再次举牌 喊道 一千万 我抽了好几口良气 毕云涛一次就加价五百万 我还怎么跟他斗 一来 计价不如 毕价有钱 二来 每喊一次 就得减少五百万利润 我心痛吗 我咬咬牙 跟着举牌 喊道 一千零一万 毕云涛大笑 一边笑 一边再次举牌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毕云涛刚喊出一字 突然就被人扇了一巴掌 同时传来的 还有一道歇斯底里的叫喊声 毕云涛 你敢拿老娘的钱 如此回火 毕云涛的半边脸都红肿了 萧巡儿则是懵了 全场肃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 我盯近一看 打毕云涛的人 不正是小黑子柳如烟吗 没有等我上前问他究竟 柳如烟又扇了毕云涛一巴掌 吼道 欠老娘的钱不还 在这里花钱红绿茶表 说完 又秀出了他那十几米长的欠款情单 给众人传阅 这下可热闹了 众人对着毕云涛指指点点 会场里到处都是在说 小黑子长小黑子短子 毕云涛哪曾受过这种憋屈 立即就掏出支票合笔 写了五百万 扔给柳如烟 然后便立即低头逃跑式的 离开了拍卖场 柳如烟笑着收起了支票 孤独着早点还钱 老娘就不动手了呀 打得老娘的手怪疼的 我笑笑 拉起柳如烟的手 说道 没事 我帮你揉揉 孤儿院的底 没有人在开家 我花了一千零一万拍下 我请柳如烟吃饭 感谢他的神助攻 五星级酒店 菜牌给他 随便贴 他一顿操作 两根筷子湿进了 菜加了一盘又一盘 微信扫了一盘又一盘 他像个碎纸机 我像个打影机 真是左边出右边近 搬开得很 我问 你不是说 他不还钱你就够他 怎么突然动手了 他一边吃 一边咬字不清的时候 我没有钱请御师 也没有钱跟他好 当众打他的脸 只是最快捡 我在那家我一样从 原住民 这个时候的柳顶 为了避云套 已经跟家里当饭了 没赶出的柳家 还被团了经纪来源 他急去咬字不清的说 不过 我现在有钱了 五百万 够花一辈子了 下次 等我抢到一折的自主餐权 我也请你吃饭 我憋住 没笑 说到 那我就记下了 你可别说来 真是 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破坏了气氛 柳如烟 你竟然跟踪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敢放过来 你喜欢我什么 我敢 行吗 我和柳如烟七七抬头 越看碧云涛就越觉得他像个傻子 比云涛身旁的萧薛儿也是个傻子 看我的眼神是一副通戏的笔记 还冲着我嚷嚷 气氛大 你以为随便找一个女人在我面前演戏 我就会紧张你吗 你们不能成熟一点 我要耍这种小孩子的脾气 气氛大 你这样子只会把我推得更远 你更是没有激发 我忍不住了 排床而起 牧师道 这位大神 你这副罪容 就不要跑出来现实 会严重影响人家食欲的 萧薛儿的脸黑了 气得浑身颤涂 我说道 你 你喊我大神 我计较 不然呢 关不协调的正王脸 喊你大神都是给你面子 求求你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行吗 我真是见你一次 做无一次 萧薛儿痛苦地震 你脸震惊地盯着我 那眼神 想盯着一个陌生人士 两久才会过神来 过到比云涛的怀里 比云涛哥哥 他欺负 比云涛心疼不已 你便伸手顺着他的美 你便安慰 薛儿 吉波达和柳烟 就是和其后来想刺激 生计就是中了他们的计 他们得不到 他们只是肚脚 萧薛儿想听见了真 中中的点点头 泪水都送了回去 这一回 轮到柳无涛忍不住 端起一杯红酒就泼了过去 你们再嚷嚷 就得赔偿我洗耳朵费 洗眼睛费 心灵创伤费 耽误用餐费 浪费时间费 精神损失费 说完 拉出手机 再计算着各项赔偿的合计 李云涛被泼了红酒的点 再一抽一抽的 当他看见柳无涛的手机屏幕上 显示了388万的时候 双眼一瞪 快速拉着萧薛儿跑了 头也不敢回 我冷笑 不是霸道总裁吗 连300万也不肯赔 真小气 发展孤儿院那一带的消息出来了 我身价暴涨 萧薛儿又阴魂不散地出现了 吉伯达 看在你拍下孤儿院要送我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我翻白眼说道 幻想正是精神病的一种 得赶紧致 前面路口转走 不送吗 前面路口转走 正是精神病院 三假的 萧薛儿的鼻子也气歪了 大喊 吉伯达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了 你不抓住的话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我了 我懒得理他 转身就走 当炮灰的机会 谁稀罕 给我当男主角的机会 我也必须拒绝 因为女主脑子有病 萧薛儿不甘心 又冲到了我面前 吉伯达 你是不是不理解我的话 我的意思是 我给你机会追求我了 你可以和毕云涛公平竞争了 这可是你梦寐以求的机会 你应该很开心吧 我无语 如今 我身价暴装 毕云涛的财产也比不上我了 萧薛儿就跑来说 给我追求他的机会 我瞪了萧薛儿一眼 严肃的 我一般不打女人 除非他不一般 再提给我他妈的机会 我就给你妈一飞踢 打完了再赔医药费 反正我有钱 任性 任性的我 跑去给柳如烟当搬运工了 免费的 以前 柳家人是觉得柳如烟 被毕云涛下了枪头 没救了 气得要跟柳如烟断绝关系 现在 见柳如烟是铁了心 要跟毕云涛断绝关系 觉得柳如烟又抢救回来了 便喊他回家中 柳如烟笑眯眯的对我说 我以后是千金大小姐了 撒花 我也笑眯眯的对她说 我是富家少爷 我们是不是很完配 我昨晚连线了清淡博主 已经取得坠女生的行径了 正要开口 我们修一番情话 突然一道情愣的声音传来 破坏了气氛 柳如烟 他在你喜欢了我那么多年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和柳如烟惊讶地看过去 比云涛正门而不看住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八道总裁的气息 八道总裁开始表演了 此言自语了起来 柳如烟 我同意娶你了 不过 我有三个条件 首先 柳公司现在资金周转困难 你要让柳家出现出名无条件之手 第二 薰儿是我的红颜之急 你不能干涉我跟他交流 第三 我把你送我没什么地方说起来 刺激 我愿封比云涛为渣满是嘴 我听见了柳如烟大口大口 深呼吸的声音 我弹腰的吻 还好吗 能忍吗 柳如烟平地一身后 喊到 该出手时就出手 双手同时扬起 左右开弓 一边打一边打 噼里啪 在十六吗 我没有过去啊 我现在才要去拿货啊 我是说内湖的那个网拍 我是说网购的那个呢 对 完蛋了 鸡桶鸭匠 沒有,我是說下班我要去取貨啊 我要去衛衣,我就直接買飲料給你們三個了齁 怎麼可能還只問你,我只買給你不買博語他們的怎麼可能 一定是全部都買啊 來,我壞掉了,壞掉了 只穿小背心 準備好嗎 全鍵木 我那邊很適合 兩塊 我那邊很感動 稍後多幹 站著前往 對,小鐵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